这两天有一个消息引起了很多人的热议啊 就是苏里的一套独立屋 竟然一下子拿到了50个offer 这套独立屋呢 在北苏里的Cedar Hills区 具体的地址是1258096A Avenue 挂牌日期是2月26日 叫价只有120万 房子呢是有点老了 1974年的 但地够大 有8046平方英尺 五房三位还带出租单位 最重要的呀 还是价格够便宜 所以才能引起这么多人疯抢 最后呢 卖家一个offer没接 卖家经济说了 低于140万的offer全都没系 其实啊 看一下这套房子的详细信息 大家很容易就明白了 新政府估价呢是141万多 其中土地的价值就超过了135万 摆明了是低开策略嘛 在加拿大不少屋组卖房的时候 喜欢用这个低开策略 就是用一个很低的报价 吸引人来看 但最后成交价还是会远远的高于这个报价 在市场好的时候呢 低开策略的的确是非常有效果 所以说啊 苏里的这套独立屋遭到疯抢 是有一定的特殊性的 不过这也说明两点呢 第一呢 是现在的市场已经转好了 不然卖家也不会用低开策略 大温地产局的数据也显示 二月份大温地区的房屋销售 比一月份猛增了45% 房价也比一月份涨了1.9% 可以说呀 量价其升啊 第二个呢 说明现在市场上其实真的不缺买家 就是因为利率太高 房价也在高位 所以一直在等待观望 遇到合适的机会 还是会争着下手 不过呢 对于买房人来说 下手的黄金时期可能要过去了 现在房价已经开始上涨 等到六月份左右 如果央行开始降息 上涨的势头肯定会更猛 所以啊 从现在开始到央行降息之前这段时间 买家一定要抓住机会 看到合适的房子 该出手时就出手 不过来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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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